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要全队股票 其实有些股票 其实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特别是AI的相关的供应链的厂商 那当然台积电是盘中是有到七字头 但我们期待它有机会更漂亮的演出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低股价净值比的股票 外资其实在这边也有一些默默的布局 像是群创 开发金 新光金 中石化 友达 鸿海等等 不知道老师怎么样看这些 低股价净值比的股票 如果说手上预算有限的人 或者是很担心追高的人 是不是这个族群可以做一些留意 我们先讲一个K线图 假设这边是一个K线图 现在流行一句话 这个K线图右上角是什么 那些IP 涨完天的 中间的就是 也不错 也好 右下角就是这个PV一倍以下 刚才艳丽讲的这些 那前一阵子 一些所谓被动型的一贴股 把这个股价弄上来 那现在今年大家在流行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些主动型的基金 它部署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类股 就是说我们大概在主动型基金里面 你可以找这个我们叫做低便一笔 低基期的个股 那低基期有几种 一种是股价比较低 一种是贬义比较低 那这个就PV比较低 那一般来讲 我们台股目前的大盘PV是2.1倍 这边有算嘛 这个PV大概都是一倍以下 其实我们大概找 那这里面有很多 那现在面板像勤赚尤达 那勤赚因为跟鸿海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选尤达 那宏海是最低 那这几天今天我们录影的时间 这个星星有没有 比较有 还有证件股 我选它是因为大盘在有量 又开始走足身段 所以在证件股里面PV 大概一倍以下 这边也大概 我挑这三档 来跟大家推荐说 我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型股票 低北一笔 低股价净值比 高值利利 尤其今天像有一家不是出事的台中营嘛 有没有 海长因为他发现 配現金股利0.9 所以殖利率比較高 那我們這種方法叫做PV比較低 可是大家要找PV比較低 的話一定要還有一個東西 你本業要稍微厚利 對 你不能只靠業外 對 你損失完以後 以後會把這個股價禁止把它吃掉 所以是稍微要看一下它的有沒有厚利 好 我們這三檔一檔一檔來看 友達 老師你知道 其實我也去看了面板股的報價 真的是好消息 這次比較不一樣的是 各大尺寸的面板的報價都反彈 而且這是這半年來 第一次見到的一個現象 再加上今年有一些 比較大型的賽事的活動 所以大家會認為 這一波極有可能面板股 是漲真的不是漲假的 不過大家更想問的是 友達的股價也悶好久了 有機會回到二字頭嗎 他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外資一直買 一直買都漲不上去 你看一下這個實際上的EPS 氣冷已經出來了 我寫A就實際上 有沒有賠兩塊多嘛 那今年還是小賠 今年應該還是虧損啦 可是我們股票市場是看未來嘛 所以你看到未來明年是多少 1.88% 所以剛才你有講 基北面有轉成 你一定要賺錢嘛 這個才會有 那這邊我們有講 這個是美股禁止嘛 那4Q的以後也會出來 那理論上你在這邊盤那麼久 而且外資大量買 其實最近的話都是外資上去就給人家賣 曬後就買 那如果整個誇到我們的主身段 這個股票其實不是只有20塊啦 理論上在左主身段很多的位階就會晚上去提高 所以在低貧疫比這個所謂你又這個股價叫轉機嘛 有沒有 那有這雙重的效應裡面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納入你的名單之內的 對我記得友達前幾年 有印年的EPS是大賺6塊錢以上 就景氣循環股啊 不是那麼好拿捏 老師 我太太有一個同學 他當時友達跟台積電都90幾塊 那時候他賣台積電去買 友達就像你剛才講的友達有印年高嘛 那時候報紙頭版頭表說友達要300塊 那大家去買 那個人以後賣完以後 他就重新以後不買股票 因為你看多不準有沒有 一個709一個是這樣 所以每次那個同學會他就在講這個例子 我當時為什麼把賣台積電去轉到友達 那現在也是一樣 你應該是不能轉啦 兩支同時的都有有沒有 他大概在固體檔整理了啦 好 所以老師同時看好台積電跟友達 那當然就是千金難蠻早知道 我覺得產業的景氣變化真的是很難拿捏 接下來下一檔鴻海 老師鴻海其實我們節目分享過很多次了 那其實市場不變的法則 對於鴻海的評價就是百元以上 上下是有一個比較強而有力的支撐 比較有意思的是上禮拜是50週年慶 本來很多小股東以為他應該會大拉一波來慶祝一下 可是好像也還好 應該是說他有的啦 因為他沒跌就等於有漲了嘛 他其實現在變成不是他的 你看他他的EPS都不錯 8塊10塊12塊有沒有 大盤漲到萬八漲到兩萬他還在這邊MD踏步 這個就是說大家你這個東西被人家我們股票 還有一種東西是大家對於這家公司的看法啦 那你這樣大家認為你就是在MD那邊踏步嘛 除非有一天你真的噴到175以上有量 那大家就信 那你上一次也是一樣就是說 我們說台語有說刷一下 就你再來一家 所以大家久了久就說像MD講的嘛 你只要高一下我就賣 你重湊我就買 因為你這個PV真的值得買進 而且你獲利也很好 那你又不開不閒的話已經公司應該很平穩嘛 所以他變成像說我們有很多那個鐵板股 鐵板股重湊大家就去買他 可是漲上來我認為你只有5%到10% 我就賣掉啊我就等你下一次 假設說我們大盤真的有第二波的回檔 那你我就買你 因為你又回到100塊以下 這變成跟這個基本妹沒關係 可是我們如果按照PV來講 他這是誤操組織 像今天我們再討論一下 我早上看盤中有一個外資 買了5000張 管他那個洪海踏一下 5000張耶 5000張有的股票拉到漲停板 有沒有他是要扯一下 這個當充的人就把他衝下去了啊 當然股票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跟雞美麵已經稍微脫離 他可能籌碼也比較亂了 小股東也比較多了 5000張敲不掉幾拍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持續觀察 但至少目前的位階看起來是具備了 長期長線的投資價值 群義正我覺得很好理解就是大盤走多頭 其實證券公司獲利都不錯 對因為大盤走頭頭理論上應該是都元大金比較好 可是因為他有金控嘛 所以來講的話我們就像說 統一證存的證券股 錢益有沒有 所以來講你大盤走多 你看到去年自營商賺了600多億 證券商賺了600多億 自營商賺了200多億 那這個獲利很好 那假設說你大盤要走主層段 量一定會比兩年前的7000多億的量 像我們今年已經是5000多億了嘛 那你這個有量就是證券商的大利多 那如果你股市又走多 總是都有自營商啊 情義我在這個行業那麼久 其實他跟統一在我們的自營裡面的操盤 都算還不錯的東西 可以獲得杜老師的金口認證不容易 老師以前也是操盤手 所以你看到他的PV有沒有 0.9左右嘛 那今年還不錯啦 有獲利有出來 可是因為沒有顧位啦 所以在這個PV底下裡面 剛有那幾檔 我們就推薦這幾支給大家做參考 好 所以我覺得這幾支都值得大家 來做一些留意跟觀察 接下來我們來花一點時間 來聊一下基金理財 因為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是很喜歡投資基金 當然杜老師對基金研究也有 別有獨特的觀點 杜老師很多親戚朋友們 也有投資基金 對 還賺一些錢 我們先幫大家統計一下 其實國外的月亮並沒有比較遠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哦